再来看到平面媒体报导 台湾金融账净流出连续26计 对此财经专家谢金河在脸书表示 看了令人心惊 他以美国总统川普为例说 同样是资本外流 川普对于流窜在外避税的2.5兆美元巨资 非常在乎 威胁这些钱如果会回美国 只要一次性的克税10%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不会回来的话 就要克重税 而台湾却一点都不在乎 不过谢金河最后也提到 中国版的肥咖条款 新增海外两个地区 也让台湾资金外流的状况 出现了转折点